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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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我想来自乌克兰的纳辣尼亚还会采用他第一回合的成功的一种战术 中国大分的左右的移动 我拉开距离 左右百圈开始 看看这一组 漂亮 你看 但是现在先看 加上钩 击左上钩 有上有下 有头有腹 这个拳确实不错 像这种拳法 在目前中国打战力的自由搏击的这个女选手里头很少进行 很少 非常少 这种拳法应该说恐怕只有我们这个体制内的专业拳击队的 有这种能力 所以我们再看这个汪克兰他的比赛他的成功的道路就慢慢的开看到以前他是拳队的组合 虽然拳法也很好 也有一些拳法 只是他腿这个左膝关节动过手术之后他现在很少用腿了 就通过他两两个拳来打击对手 所以他现在拜这个美女子人为师那么去他那个训练营进行训练更加提高他的拳的陷入的变化 他不仅是有力量 他现在非常地丰富 转身的边锤 这种拳法女子选手还真是少见 所以你就看这个汪克兰的扫踢的 对手也来一个 这种转身边锤啊 一般来讲就是这个欧洲选手用的多 这他省脚了 这有危险 上钩 摆 又上钩 前后上钩 力量多大 但是我们也看到纳达丽亚对正面的头部的防守很好 对 你轻易的还很难真打进去呢 另外这拳套也厚 这如果换成职业的帮子的拳套的话 刚才这一组恐怕就效果很明显了 你看我们看这个汪克兰的推法进攻 他更多的利用他右腿的高腿 高边上头的动作 他很少利用这种砍杀 因为他的左膝关键曾经受过伤 动过手术到美国 所以我们看完汪克兰的比赛 你就看他拳了 你想让他拳的组合打得那么 精彩 不容易 这低潮就是干扰对手 不是作为他一个主要的进攻的手段和棒 对 一领纳塔利亚的你看 他这个左右腿的高边上头动作 很娴熟 非常娴熟 这两个比赛 多飞吸 圆滴起跳飞吸 这很少见 很少见 让你拳发过不出来 你想 Q也不容易 抱着这边 哦呦打不空了 圆滴起跳飞还是很刻意的 把距离拉远一点 他知道一旦贴近了的话 对方的拳头确实是火力太猛了 小胶部的移动 一个前手的摆拳 今天这个汪汉打得非常的放松 不停的看旁边的大屏对他这个动作的一个慢放 漂亮 现在高扫地 摆拳 第一位的前直 基辅 第三回合实际上汪汉把动作打出来 对 全体这种组合就打出来 但是我没没想到今天纳塔利亚能顶满三局啊能打到现在 没被KO 没被KO 对啊 那就是战术性非常好 对 通过大方的移动 特别过对自己头部的防守和两个内部的防守 让你这个汪汉 就出拳 击打我 也没问题 我能防得住 如果防守能力很好 你看 实在不行贴近了推不开我就报 而且纳塔利亚的他的反击的出击的速度也很快 很快 后支前漂亮 就是一个后支 场面没说的 今天是肯定是汪汉能赢 当面问题 对 我们就想汪汉能怎么样 KU他 最后十秒 漂亮 还有机会 时间到了 可惜啊 可惜啊 没说的 这场比赛应该汪汉是 30比27 获胜 最后一切 我们在起来 没有 我们就像汉能赢了 这场比赛的 水汪汉能赢了 这场比赛的 超级汉能赢了 我们就已经做出了 这场比赛的 好 我们就做了 的 好 接下来宣读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五位场边击分裁判判分一致 均为30比27 红方获胜 The winner is Red Founder 接下来我们有请YYY明星团队追风家族创始人孙立杨女士为盛方颁奖 有请